你看廁所地板都是血液 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針對這幾點直接來實測給大家看 你看地面那間髒污還有水質 直接一推就很乾淨了 浴室的腳印也是輕鬆清潔 當吸塵器使用的話 它吸力還有分強弱兩檔 日常居家清潔完全夠用 可以生成電解水來加強地面的乾淨度 加上我每次洗完頭出軟頭髮 浴室就像命案現場 也是用這台就直接搞定了 還有鋸齒刮條結斷頭髮 就可以減少頭髮纏繞 它的烘乾效果很好欸 是真的幾乎全乾 可以防止發霉 而且它機器本身就長得很漂亮 擺在家裡超級有質感 哈囉大家好我是香菜 我今天的背景呢是一間空屋 這邊是我未來會搬進來住的地方 沒有意外的話 有可能未來五年都是住這邊 那因為它是一間老公寓 有一陣子沒有住人了 所以我跟房東討論過後 決定自己來稍微整修一下 之前也花了一些時間 把這個房間清空啊 超多東西要搬下去 請寬寶具來處理的 然後趁現在 我東西還沒有搬進來 我也把四周的牆面稍微整修一下 就一些裂縫啊 臂癌 我都稍微處理過了 然後也重新粉刷一下 後面這一面是清閣間 然後它下面這個木頭 其實之前泡水都有點爛掉了 這個我自己就沒有辦法處理 可能之後會在前面來處理 那詳細狀況會在拍影片做紀錄 現在呢 我就是要來清一下這個地板 給你們看一下地板 超級髒 整修房間的時候 真的是有很多垃圾需要清理 除了灰塵和紗石之外 也有一些失誤漬 你看廁所地板都是血硬 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決定今天要先來清一下地板 原本是想要先把我的掃脫機器人帶過來 但是這邊目前還沒有網路 而且地板實在是太髒了 一般的掃脫機器人可能也不夠力 就要拿出我的新夥伴 這一台 洗地吸塵器 自從第一次使用洗地吸塵器之後 我簡直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可以同時吸地加拖地真的超方便 而且能清潔的髒物種類也很多 所以我又入手了一台比較高階一點 功能比較多的來試試看 這一台是JAMI的H42做 因為我之前家裡的掃脫機器人 就是買JAMI的嘛 使用下來覺得印象很不錯 就覺得可以試試看 其實現在很多洗地機的吸力都慢慢做到比較高 一定是會比掃脫機器人還要高 有的甚至可以取代吸塵器 像這一台就有做到16000P 當吸塵器使用的話 它吸力還有分強弱兩檔 最常居家清潔完全夠用 它甚至還有附不同的吸頭給你 你如果想要一般吸地 不需要水箱的話 稍微改裝一下 就可以換成這支長的吸頭來吸地 然後像是清潔窗邊啊 角落細節需要清潔的話 就可以換成這個萬用吸頭 甚至可以拿來當除蠻機 像床鋪啊 布沙發 需要清潔的話 就可以換成這個除蠻吸頭 一機多用 裝上清水箱 我們開始來清潔房間 它這台水箱蠻大的 清水箱有900毫 然後污水箱700毫 可以清洗大概60坪的空間 所以像我這整個房間清完 應該都不用再重新裝水 也不用像傳統拖地 需要再提一個水桶 裝水洗脫布 有人會擔心說 那這樣子機器不會很走嗎 其實現在大部分洗地機都有做自動牽引 它會自己有一個力量往前走 很像按六口的感覺 所以我反而覺得使用起來 比吸塵器還要輕鬆 不過如果有台階的話 洗地機當然還是會比吸塵器重啦 畢竟它就是有個水箱嘛 平常心理就是開自動模式 它會自動偵測地面的髒污來做清潔 那它還有一個深度清潔模式 可以生成電解水來加強地面的乾淨度 你看地面這些髒污還有水質 直接一推就很乾淨了 浴室的腳印也是輕鬆清潔 然後我發現它邊角的地方都可以蠻貼強的耶 因為我這邊真的很多細紗 它都可以清得很乾淨 清完之後整個房間舒適多了 因為我這邊整修中粉塵比較多 真的很需要吸地跟拖地 直接用這一台就很方便 好 我回到舅家了 因為我平常養貓也會遇到很多清潔問題嘛 加上我每次洗完頭出完頭髮 浴室就像命案現場 平常小廚房也蠻常在開火的 針對這幾點直接來實測給大家看 首先地板上這些散落的飼料 還有貓咪吃完怪罐之後 旁邊掉落的一些髒污 其實都是輕輕鬆鬆可以解決的 就連貓咪的嘔吐物 也是一推一拉就乾淨了 更不用說廚房髒污 一些食物殘雜啊 它還有一個吸水模式可以吸水 像是你翻倒飲料啊 大片水漬的時候超好用 最後充滿頭髮汗水的浴室 也是用這台就直接搞定了 清潔力是有通過德國TUV的國際認證 除菌率大於99% 所以地板真的是可以清到很乾淨 像我舅家這邊 目前使用的貓砂是這種 比較重比較大顆的廢石砂 這個如果一般吸塵器吸力不夠的話 是很難清潔掉的 那這一台就是可以輕鬆把它清潔掉 不過因為我這種貓砂是不溶於水的 如果是那種溶於水會風潔的貓砂 建議大家還是要用吸塵器的模式去清它 那清完家裡來清雞台 很簡單直接放上這個基座 它的基座除了可以充電之外 你只要按一下上面這個自清潔鍵 它就會自動清理滾刷 還有裡面的管線 日常清潔是不太需要髒手的 而且它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滾刷清潔的時候是前後轉動 不是只有單向 還有鋸齒刮條結斷頭髮 就可以減少頭髮纏繞 那清潔完滾刷之後 它就會開始用55度C的高溫 30分鐘熱風烘乾滾刷 或是你上面這個鍵 長按3秒的話 它也會開始烘乾 它的烘乾效果很好欸 是真的幾乎全乾 可以防止發霉 一開始我很擔心 這種機器會把家裡越脫越髒 但使用下來 我覺得它滾刷清理的還蠻乾淨的 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 除此之外 我覺得它基座的收納功能 真的是要稱讚一下 它還有一個專門收納用的基座 像我平常那種 Dyson的吸頭也是一大堆 然後都不知道要怎麼收納 怎麼放都很亂 它這個底座直接就可以讓你 收納得整整齊齊又美觀 而且它機器本身就長得很漂亮 擺在家裡超級有質感 最後最需要手動清理的地方 就是這個 集成盒 還有污水箱啦 它的污水箱是有銀紙 阻塑功能的 直接把它打開來倒麻塵就好了 也不會難洗 那集成盒就是需要手動才開來倒 如果平常比較多是用洗地功能的話 清潔頻率就不會太高 因為我最近在忙搬家的事嘛 需要清理的東西很多 我就覺得這台真的很理想 一機多用 可以處理的狀況很多 清的又乾淨 雖然我平常家裡用掃地機器人清 就已經很乾淨了 但是如果是遇到需要深度清潔的狀況 你需要更強的吸力 或是機動性的時候 這台H12多就完全可以滿足 剛好最近要過年了 大掃除也很適合用這一台 那缺點呢 可能就是它的機身比較重 尤其裡面是有一個900末的大水箱嘛 不過如果你要移動它的話 也是可以用後面的兩個輪子來移動啦 會比較輕鬆 整體還是很推 尤其是家裡有養毛小孩 有廚房髒物需要清理的朋友 真的蠻推薦入手這一台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喜歡我的話 記得去幫我按成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其他社群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抽中